看着看着 今天温度花点 煎锅花点喽 今天这种鱼是偷了个难的 喊老板打扔好了的 特别是里面这种黑沫沫 型的很 这个鱼皮比果然都大 洗好的花点 我们把牢口干下了 然后再把这个鱼肉搅片下来 从尾巴上轻轻地加往上推 来一刀 骨头直接载轻 鱼肉片厚片 鱼肉里面加点盐 料酒 最后来点葱姜 给它软 天气是得给它软 这一步主要的目的就是取心 然后我们要把它清洗一到的 软出鲜鲜了 残水洗干净 洗干净的鱼皮 我们看牛肝水粉 这个鱼儿打哈 老口我们就到晚上本堂吃 中午就吃鱼片和鱼骨头就好了 鱼肉我们吃盐子 加点盐 鸡筋 胡椒粉 来点点料就一把鱼鲜粉 上手给它软 上手给它软 对了哈 鱼片软一拿我们点盐上去 吸收切香料 切点耳镜条通通 切点红海椒通通 芝姜切实是 现在正是芝姜便宜的时候 你们要抓去时间吃 最后我们再切点酸姜 酸海椒多捞一点哈 全部摘成这种猫猫系就可以了 好了 对了 锅上再粘个酸小什么就可以了哈 起锅烧款油 油热了下鱼片 一片一片的下 然后规矩下 先不要动 平心上我们再翻一下 鱼片扎成这种就可以了 这样捞起来备用 锅里的油还是炒凉了 夹一条猪油 油热我们关小火 先爆香姜蒜 青红花椒 酸姜酸海椒 这个酸姜酸海椒散下来就不要慌了 慢慢的炒 把它焯出味 一般的青红椒和植姜 开水 一盐鸡筋胡椒粉调味 最后来点点白糖 把鱼倒进来 打后给它煮个三分钟 差不多了 倒入省鱼的枝椒和青红椒 轻轻的给它按刀煮一下 来点锅饼炒 来点花椒油 要得了 一锅炖 鲜椒鱼出锅 撒上葱炭 开吃 开饭 来了来了 鲜椒鱼开始 我就问你们想不想吃 来吃 过瘾 好辣 什么是啥子肥肥肥肥 鱼片 比较漂亮 真是鱼片 啥啦 嗯 就是鱼片 你自己做的哦 你都砸得年母全非了都在那 肯定是 看什么 我说你锻炼出来了 好冷吃了我现在 我有什么办法 你们查个精彩都要放下焦 我总不能不吃吧 你说的是老孩 我操心才从外不放海角 辣不辣 辣喝点水 够辣点 好吃不过炸火 嗯 你这个水杯好迷你啊 我这个还是最消耗的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先教育 喜欢的瓜 拜拜 拜拜 咪哥阿 干嘛 洪桑阿 要不要把这送过去 哈哈哈 600 impression